我一直在想啊 究竟是哪一件事情 讓911總是顯得如此的與眾不同 確實啦 我可以很輕易的 去列舉出911之所以迷人的特質 無論是車坦地位啦 設計 它的比例 它的輪廓 它的RR堅持啦 這還沒提啊 扮演著許多人人生階段性里程碑的身份 畢竟啊 它不像某些義大利跑車 那麼樣子的遙遠 又不切實際 但是 它的價位確實也是 你必須要Push你自己一下 才能夠摸得到的程度 而且啊 這個市場上的Pure Sport很多 有後座 夠classy 既可以daily 又可以很serious的 卻非常的稀少 可以把通勤跟激情這兩件事情 都做到極致 而且是非常全面的去滿足的 也唯有911才行 不過 之所以讓911如此特別 則是 當你延後了煞車時機 感受到啊 原本很浮躁的前輪 因為賀重轉移被牢牢的黏在地面上 彷彿切豆腐一般的轉向感啊 這真的是會讓人欲罷不能 要能夠去發揮台911了 你必須要啊 善用它車頭特傾 引擎放在後面這種 妙不可言的布局還有操控側心 來幫助你用體感 感覺車子的特重 重心轉移去幫助你調節旋跡 也因為本身這種R5G的關係 所以彎速上啊 非常的有優勢 你可以更早的把車身指向彎頂點 而且更早開始加速 其實911一直以來 都扮演著很激進的壞車的角色 因為理論上不合邏輯的RR的配重 其實是讓它不管是在彎速 賽道的圈速上都更有優勢啊 只要你懂得如何去發揮它的特性的話 不過你的心上確實也需要夠大顆 越現代的911它的速度真的是越驚人 極限相對的也遠比過往高超 唯一的問題是啊 過去的911因為它的這種特性非常的鮮明 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感覺到 它不近人籍的那一面啊 可是倘若你要在現代的992上面 去找到這樣子的銳利和直接的感覺啊 你必須得Push的非常用力 所謂的使盡全力 絕非車機不驚的我 為了找台階所用的跨市 先不提保時捷的產品精英 究竟為這歷代最巨大的911注入了多少黑科技 除了用上更多的鋁合金來減重 僅僅30匹的馬力增幅 不只令它信手拈來那足以越級打怪 能在3.7秒內從靜止 坦射到100公里的加速實力 以一台沒有後輪轉向撐腰 謹守純後製後驅本格的Carrera S而言 992不但飛快 甚至聞名的毫無距離 寬容的讓人摸不清 面對彎路的底線 即便992好上手的特質 確實與過去的911之間有著相當的差距 但是你依然可以非常容易的 從當中去察覺 身為傳統911的那些元素和特質 這個正是一台Mint Condition 同時也是911車系當中 首度出現Carrera S Model的 993的Carrera S 除了同樣被置放在車尾的引擎布局之外 像是可樂屏的Wide Body的車身線條 非常經典的圓燈 還有五環錶的設計 甚至是換了邊之後 都依然維持在前葉子板上面的加油孔 還有這個左邊的鑰匙開關 都在在的顯示了 這真的是一台不折不扣的 911的嫡系傳人 唯一的問題是 經歷了這樣子現代化 而且很顯然的是 為了要能夠去討好市場上的更多人 去賣出更驚人的銷售量的992 真的有更趨於完美嗎 或許是因為車主為他換裝了Mitchellin的Carrera S 很自然喔 再加上991世代開始喔 就已經把911的軸距又加長了10公分 所以它的引擎布局相較於過往 又已經非常的趨潛了 沒有那種車位很不安定的特性喔 過去的911也坦白說 你要擁有它不但本身得是一個社會的精英之外喔 你的駕季也得是精英的等級 因為它對於車感的要求 確實是相當有門檻的 但是喔 線號的路感不只非常精緻 電子避震器的作動 阻尼的設定幾乎已經涵蓋了所有的速度區間 所以即便是在一般 Normal的舒適模式之中 在市區Cruising啊 除了本身的路感稍微比較直接 你略為可以感覺到它車架的剛性比 一般車來的再強一些之外呢 不管是它的運轉品質 換檔的感受 跟你在駕駛一台喔 Executive Saloon是沒有太大的區別 而且喔 3.0 Flat 6的渦輪引擎啊 除了重新調高了它的工油壓力 換裝了新的渦輪之外喔 出力的特質喔 也非常的討喜 在低速的乳行中 出力不會讓你覺得突兀討厭 可是當你真的開始拉起轉啊 其實是非常的堆疊的 重點是它的紅線居然有7400轉 呵呵呵 這真的是 讓人很難去挑出它的毛病 平心而論啊 它真的非常的游刃有餘 不單來自於它可以承受的機制 包含油門反應 它的層次感啊 也讓人覺得非常的有萬性啊 或許 性格的演義上 越新世代的911 確實讓人覺得越平實 可是 它確實是一個無懈可擊的速度機械 因為底盤強過動力 很多很多 所以你總是可以 很用力的去駕駛它 去感覺到911的跑車的那一面 而這不是一件你很容易 可以從過去的911當中 去做到的事情 就是你真的很難想像 一台450匹馬力的車 可以在道路上發揮出這樣子的速度 當然3.7秒停起來 本身就已經很誇張 可是重點是 它可以怎麼樣去運用這450匹 讓它變成是一個 即使相對設定上比較休閒 卻還是可以 成為一個Track Weapon的 Pure Sports 甚至要去追擊一些600匹馬力以上的Supercar 都不顯氣節 老實說也很多人埋怨了 現在的911 比過去貴太多 大台太多 也吃去了RR的純粹太多 但是它依然讓人迷戀 即使它變得那麼電子 或者至少說在我可控範圍之內 它顯得安定 然後不會讓人覺得太有距離 可是它真的好快 而這才只是一台 Carrera SRE 那當然啦 你可能也會覺得保時捷 它們也變得四塊 變得罰散可乘了 可是我一定要講的就是 這台車的車主 完全不是玩車的人 它只是白手起駕 有一天賺到錢之後 想要買一台好的跑車來靠賞自己 可是 它因為擁有了這台911 變得喜歡開車 喜歡去享受駕駛的樂趣 甚至想要精進自己 我才意識到啊 就是因為喔 不管是Daly 跟Pure Sport 它的分寸都可以拿捏得這麼 恰到好處 而且非常從容地去應對 你想要的駕駛節奏 所以它才有辦法引領更多人 投入駕駛者的世界 這就是911的特質 因為它確實是一個無懈可擊 而且理性至極的存種跑車 已經完成了 今天我也有為了 東京 選擇 你 想要的 旅行 請 請 請 感谢观看